自己的模式 這些也都符合法國社會學家復俄 復俄說 權力就不一定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架構 的體制和壓制我們 只要這麼簡單 權力是滲透在我們生日常生活每一個世紀 所以我們要在生活每一個世紀反抗 覺醒反抗 才可以顛覆那種權力的壓制 所以我們現在是所謂一國兩制 但那一國兩制好像漸漸被人殘食 所以我們每一個世紀都要反抗 即他踩過來我們就要出聲大聲指出 那是不對的 就像剛才講過尖東廣東道那裏 那些D&G的問題 或者大陸大腹來香港三四的問題 或者網絡23條 幸好現在很多我們來香港人 很多人已經覺醒了 即他每做一件事想說 踩界我們就大聲喝止他 這樣就對了 或者 陳剛才有沒有 我看剛才有幾個漏了 我看剛才有幾個漏了 你已經講大了 你已經講大了 不如去一下 沒有講過一下 我朋友大家分享 是自傳小說還是一些 1984那類的去求出來的 是自傳小說 應該就不是虛求 他真是目睹的情況 親眼目睹 但是他不會寫成 好像紀錄片那樣沉悶 他用文學的題材 文學的手法 表達出來 是 他認了幾個漏 一年左右 用廣東話來 節語主 我感覺會不會被人覺得 好像 南登大雅之堂 所以呢 我就用一些 粵語的本字 就是 剛才講過 我們日常講的廣東話 其實有很多以為有音無字的詞 全部可以在中國古籍四書五經找到 你看回彭志銘的書就會明白 彭志銘說是百分之一百 至少不是最近十年申訴的詞 至少是六七十年代為止 那些廣東話你講得出來的字就寫得到 全部有出處 全部是四書五經找到 所以廣東話絕對不是俗語 而現在其實全球有九千五百萬人 還在用廣東話 是九千五百萬 包括香港在內地 不止七百萬香港人 是九千五百萬人 聯合國在2006年都已經宣佈了 廣東話是一種language 是語言不是方言 所以 但是真正能夠發揮廣東話的優良傳統 以及在不斷在口頭和書面中用 最全面發揮粵語威力的地方是香港 當然有其他海外的華人社 它有用 但是沒有好像香港發展得那麼好的 因為香港是 陳文希他講的是一種異數 即是說英國人統治 是將香港的語文文化 就好像是孤立了來保護 保存了那些中華民族的 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 這種是 所以如果香港人不保護語 就不只是越語亡 而是整個 中華文化最後一站就沒有了 因為 即是說香港文化和語文 其實是中華文化最後一站 因為香港保留了漢字 漢字即是正體詞 因為台灣都有 但也保留了漢音 漢音即是在廣東話那裡 另外就是漢文化 風俗禮儀道德 而漢音呢 台灣的漢文化 其實沒有廣東話那麼古 但是他也是保留很多古音 但是因為 歷史的發展 以及國民黨的摧殘 他們那個漢文化的發展 就遠遠不及香港的廣東話 雖然他們現在想偶辱回 但是仍然是很原始的階段 很有始的階段 所以就 所以我們香港人是有責任來補 補補廣東話的 說回廣東話 對廣東話為何是香港 為何香港的保留 比台灣的漢文化 甚至是廣州的廣州話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當大眾傳媒 在香港出現的時候 即是收音機 電視出現的時候 同時在香港出現 還有 最初那批的播音員和演員 是有粵劇的訓練的底 所以他們的發音和韻調 用氣 講話的腔 都長轉一樣 是有原語 即是正統粵劇腔的訓練 就像我現在講的那些原語 就是這樣 即是在五十年代 或者六十年代 即是在我小時候 在收音機開了香港電台 或者是商業電台 你就會聽到這一種 倉調的粵語 是極之難得的原因 就是因為在台灣 或者大陸都跟 不要講這些關係 最近是有國語和普通話的廣播 那原語只能夠在普通人的交流生活 那如果普通人的交流生活 講的原語就像我現在這樣講 那這樣講的時候 這樣講的當然是 成為近人 也都可以隱藏一些感情 也都沒有這麼做作 但是呢 問題就是那個 那個發音典範 是拉音不夠高 是極之容易講了爛音 和極之難是俗化 和所謂 deteriorate 即是衰化衰退 那香港的做法呢 就是由於他在五十年代 是想 即是戰後呢 英國人很想是 做一個香港歸屬感的運動 那所以他在香港電台 就取消了問南話 廣東話 問南話、客家話 和國語和上海話的廣播 讀專粵語 那這個他是沒有政策的 是一個英國人的做法 英國人的做法就是先做 那些做完才說 所以呢 不單止 當時的粵語播音 不單止有些好聽的康子 很誇張 其實呢 剛才聽過一些誇張的 類似中衛民說的粵語 就是剛剛前年過的 那位龔大哥 那另外呢 他同時有正音運動 也都因為粵語廣播的原因 就是將某一些粵語